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改变这个猫咪的造型动画 我们也顺便帮他夹在这个制定积木的最后面 Custom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Custom呢 我们就切换这个造型 切换Right这个造型 比如说Right就是向右 像这样Right的造型 所以切换到这个造型之后 我们计算这个影格 我们学习好像电影的播放一样 那我们一开始是不是给他 这个影格一开始是1 然后改变 改变1,2,3,4 我们就是类似自己在数数 数到4的时候 我们就改变下一个造型 那刚刚Left的造型向右是不是两个造型 一个两个 那我们等下就让他两张一直切换切换 这样就看起来很像在动作了 那就切换第二个造型 那么如果大于9的时候 我们又让他等于0 又重新计算 所以这样反复一直计算 我们看一下 往右的时候 这个猫咪是不是会两张切换切换切换 好像在运动一样 那么上下也是一样 就利用这个原理 那左左边右边上下 那这样这个动作就比较逼真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有放三个东西 就是苹果蛋糕BBQ 我们先看苹果 这一边呢 我们刚刚有发一个讯息 就是setup就是设定了 那我们这一边你要建立变数 就是适用本角色就好了 就是让他适用自己 这个apple 那 这个变数呢 这边我写错了 我们把它改成 yourlocation yourlocation 就是你的位置呢 你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把它设定成1 为什么要设定成1呢 就是说 这个苹果我们希望它显示在 第一张地图 那我们就把yourlocation设成1 那如果你想要让它显示在11 你就设定11 好 我们回头看一下 我们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让它设定在11 好来 你看苹果就显示在这里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有说改变地图的时候 猫咪这边是不是有呼叫改变地图 改变地图哦 这边也有呼叫改变地图 那如果呼叫改变地图的时候呢 这个yourlocation就会等于map这个编号 我们看这里 这个map是不是11 第一张地图 我们是不是让它先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呢 它这两个会相等 我们就让苹果秀出来 好 那我们改回去 如果是1呢 在底下那张地图 就没有了 那我们往下走 我们往下走 就看得到这张苹果了 因为我们把它预设在地图1 那么以同样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barbecue 我们来看一下barbecue 我们把它放在12 那么也就是在这一个 11的旁边这里会有一张barbecue 那 一样的这个变数 我们改一下 yourlocation 好 yourlocation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走过来 走到第12 各位看一下这里是地图11 走到12的时候 应该会看到barbecue 果然有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是cake 蛋糕这里呢 yourlocation 就是我们放在3这一张地图 这一张哦 我们刚刚走过来 是不是走过来 往下走 还要再往右走 才会到地图3这一边来哦 好 那我们就走走看哦 往下 果然看到蛋糕了 所以你利用yourlocation这个变数 各位这个变数要是用自己角色就好了 好 那么yourlocation呢 我们就可以订定 这个物件要在哪一张地图显示 非常好用的一个变数方式